學海書院現在變成了高家祠堂 前聽是昔日的講堂 後聽為祭司廳 左右相防則為學社 目前則是台北市漱國僅存的一座書院建築 1985年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訂定為第三級古蹟 憲政修復當中 透過台北市文化局 以老房子文化運動計畫 帶領大家開箱這座 滿是歲月痕跡的古蹟環境 我在民國差不多97年98年左右 我當里長開始 我就有進來參觀過 當時真的是非常的破舊 非常的老舊 那屋啊什麼都會破 梁柱也都秀掉 那後來他們主委 一直不斷的去徵集補助經費 那終於在109年開始來做修復 那當修到今天這幾年來 我看到的這個學海書院 跟我當時所看的是一模一樣 而且是非常的新 日志的後期 當時因為學海書院才要賣地 所以說有高家就把它承接下來 那承接下來以後呢 就用這個空間當作這樣的東西 所以一直使用稻金 那所這個歷史發展呢 其實是跟整個臺北市建成的一個發展 文化發展有深厚的關係 那它是在1985年8月被定為四定國籍 所以說呢 它在整個臺北尤其是萬華地區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據點 那玄海書院的格局呢 我們看到的這個 目前在這個地方是叫做它的大廳 或叫大廳 或叫做講堂 那其實呢 這個地方以前在當書院的時候 是既是紅子或是諸子 或是文昌君等等的一個神里的一個空間 那兩側我們稱為這個相反 是作為教學上課使用的空間 那後面呢 是作為當時老師們居住的空間 也就是當時的那些老師 那些教教這個師徒的教授 都住在 等一下我們過去的時候 會再各位來看一下 它有一道門牆 把它分成內外空間的一個客群 所以說後面呢 其實是老師們居住的空間 副市長林一華宣布 2024台北古籍日盛大啟動 以漸層台北為主題 串聯70處文資館響應 推出導覽走讀活動 攝影工作坊 主題講座公益體驗等活動 邀請民眾走進老屋 聆聽文化資產的歷史故事 台北呢其實就是充滿了不同的美 還有各種的文化 所以呢其實從建成台北 就是告訴各位說 台北不是只有一種面貌 你越在台北走動呢 你越能夠品味台北 就越能夠了解台北它的特別 當然今天呢我們這個五季日的活動 跟我們啟動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我們都是在秋天稿 秋天稿 謝謝 那這次呢 因為我們是配合建成140年 所以我們從八月到十二月 會有一個很長的一個時間 那因為呢 要讓大家 特別有建成140年知道 我們現在在台北市保留文資 也保留了五千 而五百多處 保留了五百多處 那以我們這個 今天的雪海書院當主持有說 我們從109年開始 會到115年完成 分三期 我們不只是在建築物的這個 要修舊如舊 我們連剛看門口 現在門神啊 還有我們的彩繪啊 傳統的工藝彩繪 我們全部都要恢復到 最原來的面貌 所以搭造一個文資的維護 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台北市非常非常願意 第一個是要謝謝 當然我們要謝謝 萬職工部門 或是民間的配合 讓我們能保留 很多這樣的一個工化資產 所以五百多處 那這個下來很不容易 尤其呢 我們有些現在是一個區塊的保留 所以到了年上 像現在去大道城 印尼拍過的大道城 去大道城 現在整個感覺 國際觀光客 非常非常喜歡去大道城 我們邦嘎 現在也好多 保留非常多地方 就是讓大家呢 覺得台北 就是能夠在這裡知道說 原來我們不是只有經濟的發展 我們對文化是非常非常的在乎 我覺得對我來說 就是靜論在有歷史年代的建築物當中 是一個很特別的感受 感覺在墓西的那種氣息 都特別的有一種比較飽滿的記憶的味道 然後靜靜的待在一個角落 觀看著就是每個細節 我覺得都會有一種魔幻的感覺 很像自己穿坐在這個時空中來回 所以非常希望大家踴躍參加這個攝影比賽 用相機記錄下這個光輿影 來豐富這個時代的記憶 除了文資走讀 同時漸程百世老烏我成 影像針堅比賽也啟動 總獎金高達20萬元 邀請攝影好手用鏡頭記錄百年老烏故事 記者問一句台北報導